一家店会红 就是有各式各样不同个性的小姐 这一个走温柔贤惠型的 这一个是很会喝酒的 然后这一个是走知识型的 然后这一个可能是走谐心路线的 每一个小众市场的女生 加起来就是大众 嗨你好我是阿娥 今天姐姐要支援的是什么呢 就是各位你有没有看到过 我们的滑灯初上 现在我要马上被滑灯初上 走到我的身上来有不一样的感觉 我要为你端茶 我要陪你聊天 我要会说日文 走出户外我还可以打高尔夫球 那这些都是在戏剧里面看到的 真实的生活是不是也有一群人 他们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专业训练 才能够服务这么多的贵宾呢 来今天我没有办法邀请到 Los妈妈跟Sue妈妈 但是我邀请到了 真的是教Los妈妈跟Sue妈妈 他们的老师 好我们来欢迎就是Siana 你好 嗨 大家好 我是临森北路最出名的 超Sara妈妈桑 我叫Siana 你好 你好 嗨 大家好 真的你的名字翻译 真的叫Siana 为什么叫做Sara妈妈桑 就因为我没酒量也没酒单 你没酒量没酒单 你怎么从事这个行业当妈妈桑 靠美貌跟口才咯 各位来镜头特写一下 它靠的就是美貌跟口才 那你以为是这样的话就错了 因为真正日本客人来到台湾 事实上看到很多的妈妈桑 她很喜欢跟你多多聊聊天 深聊一些 所以妈妈桑要懂很多 我们在戏剧里面看到林心如说 他们之前还训练每一天都要先看报纸 对 看完报纸以后读报才知道说 财经有哪些大事客人来的时候可以聊天 对 那你是什么样的机缘进入到这个行业呢 什么背景 我本来是专柜小姐 然后后来就欠卡债 很像耶 就欠卡债 然后我的最低音角金额 已经超过我的月薪了 然后就想说晚上要去找兼差的 那后来就找到 就是那时候都是用分类广告嘛 然后就找了一个上面写 会音日文新优 然后就想说要会音日文的酒店 应该比较高级一点吧 对 然后地址又写林申北路这样子 那我就想说那去应征看看好了 对 然后其实也做了大半年的心理准备 然后我刚刚不讲 什么心理准备 就想说如果我会被卖掉的话 就大概对酒店印象就是那些刻板印象嘛 事情没那么好瞧的 对 就是我可能要被摸 会被灌酒 会被干嘛干嘛干嘛 但因为我已经经济压力 已经就是压了我快传不过去 卡债已经跌到这里去了 对对对 就种种最坏的打算都已经想完了 然后我还是决定要去试案看了 一进去之后我就吓到了 因为我是台中人 台中就看很多什么金钱报 那一种大店有没有 然后已经怎么 黑黑暗暗的 然后又怎么这么小一间这样子 然后客人又很少 然后也不是很宣伙 外国人这样子 看起来外国人 面试的时候就很紧张 然后不管妈妈上 就是老板娘就叫妈妈上 然后不管这样子我都说好 是 没问题 嗯好 他就说那我们下礼拜见咯 这样子然后想说 面试解释了吗 录取咯 对录取了 然后她说 闲啊你下礼拜来咯 老板娘请问一下 如果要把我卖掉的话 我可以挑客人吗 这样 你被卖掉你想到的是你想挑客人喔 至少感觉好一点是不是 对就想说拜托如果要把我卖掉的话 拜托至少就是你知道 你现在长得好看一点还是微笑一点 前面几个就是可以挑一下之类的吗 就我可以不要跟阿贝什么之类的吗 这样 然后就我妈妈的反应是好玩的 她就是 因为她中文很糟糕 她是华侨 然后她就只会讲台语跟英文跟日文这样 她说 我们没有做这个呢 还是我帮你介绍 好可怜喔 怎么这么缺钱 这样子 她讲中文就很台湾国语 我不太会学啦 你学得很可爱啦 然后我就想说 我没有会以为 所有酒店都要这样子 好 误会了喔各位 你以为所有酒店都要 是不是被人家怎么样 对对对 然后她就跟我讲说 我们是日式酒店啦 身体是最后一道防线 你进来上班我再教你 这样子 我们比较不一样 我们健康是最后一道防线 你身体是最后一道防线 然后你就进来了 进来之后跟你想象的一样嘛 我觉得跟我想象一般中的酒店差很多 怎么说 因为我以前站专柜的时候 我是最不会喝酒的那一个 结果我跑去酒店上班 你不是不会喝酒吧 听说你是 完全不会喝啊 我真的是一杯倒 所以我前面 我今天上来都自己承认 我是超薯辣啊 薯辣妈妈妈 对对 进去上班之后 我发现我们白天也要上课 就我那时候 因为我是算末代小姐了 末代小姐了 末代小姐 就是我还会 店家还会培养小姐这件事 现在的日式酒店 已经不培养 花钱培养小姐这件事 我们以前是要学日文嘛 因为我百分之 什么是日式酒店 什么是台式酒店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区别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客人 都是台湾人 然后消费模式 服务方式都偏 台湾人喜欢的叫台式酒店 那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客人 都是日本人 消费模式 服务方式都偏 日本人喜欢的叫日式酒店 台湾客人中的是感觉 我感觉对 客人就掏钱出来 日本客人中的是细节 你细节对了 他感觉才会对 钱才会掏出来 我们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客人 都是日本人 然后在那个时候的商务客 都喜欢打高尔夫球 所以我们要陪打高尔夫球 所以白天还要去练高尔夫 店里都要插鲜花 插鲜花 像这个位置 蒸花 对 这个位置就会放插花的东西 就是放一盆花 然后可能厕所也要放一盆花 那每一周都会有 值日生要轮插花的位置 因为日式酒店有个不成文规定 就是店里不能放假花 一定要放真花 有什么意思吗 I don't know 反正就是不成文的 假的不真心 之类的 那妈妈上都会说 你一定要放真花 那所以每个礼拜会有 值日生来负责插这些花 然后你就会有话题跟客人聊 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是茶道 茶道是聊日本的近代史 因为你一定要了解一下 日本的东西 不然 近代史 之类的 就比如说 我茶道只上过一次 因为要土下座 你知道就是要柜座 土下座 就你要塞着啊 正座这样子 然后大概五分钟 真的腿都麻了 对啊 然后还好妈咪 只让我去上一次 然后我就跟妈咪说 我可以用业绩跟你换 然后不要去上课吗 哈哈哈哈 然后妈咪就说 五瓶 五瓶 五瓶业绩 你就这个月多开五瓶给我 你就可以不用去上课 就要叫客人每次 每次可以 你要能够 push到客人每次就开一瓶 就像我们看华登初上一样 对对对对 开一瓶就 他们还有把那个酒 要喊出来名字 然后谢谢大家 比较高贵的啦 比较高贵的 单价比较高的会喊 会让所有客人知道说 这桌是开比较高单价的 是 所以我们看到华登初上里面 真实性其实蛮符合 你在日式酒店做的服务吗 因为它的年代是设定在1988年 那时候我还小啊 所以比如说 发妆或者是美术部分 我不太知道有没有正确 但是看华登初上的时候 我最有感觉的是 里面的每一个人物角色都非常的鲜明嘛 个性也很清楚 对对对 在我们日式酒店也是这样 阿姬就是阿姬 花花是花花 一家店会红 就是有各式各样不同个性的小姐 这个走 温柔贤惠型的 这个是很会喝酒的 然后这个是走 知识型的 然后这个可能是走 鞋心路线的 也有鞋心喔 之类的 去应对各种不同的客人 像我就是鞋心路线啊 不要这样说 对 你只是俗辣而已 每一个小众市场的女生 加起来就是大众 哦 有喜欢这样子客人啊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我每次在看她们有这样子比较鲜明的角色的时候 就对耶 我们店那时候也有个阿姬的这样子一个人物赛 倒是日诗跟台诗不太一样 台诗的妹妹 台诗不是妹妹 台诗的小姐 年龄层跟日诗的不一样吗 台诗酒店就目标课程都是台湾人 所以没有语言上的压力嘛 嗯 也不用什么职业训练来就可以上语言没有隔阂啊 对啊 因为我们都一个礼拜至少要上三天的日文 不然我50%以上的客人都日本人 然后你不会讲日文 你怎么做服务 台湾的客人跟日本客人有很大的差异是不是 我觉得第一个喝酒文化比较不一样 我们讲为什么早期日诗酒店 不让台湾客人进去这件事好了 是因为如果你有跟你的爸爸或阿伯那一带喝酒 你就会知道他们喝酒起来会 非常之无敌热情 台语也会讲出来 然后可能划拳之类的 傻傻笑笑落脸 那我们日诗酒店像华丁出场一样是开放式空间 对 所以客人会看得到客人这样 大家会彼此看得到彼此 好 这一桌是台湾客 这一桌是日本客 然后你知道阿伯们喝起酒来 台语就会讲起来 傻傻笑笑落脸 来来来来 滑拳滑拳来来来 欸 少姐 少姐 酒肝来 滑来 又一罐 又一罐 对啊 欸 欸 欸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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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然后旁边的日本客人就会想说 天啊 隔壁那一桌要吵架了吗 因为声音太大声了 然后看不出来他们到底是 开心还是不开心 因为 因为音量很大 音量很大 那语也又听不懂的时候 然后动作 肢理动作又大 好 来 接下来 如果被客人发现那一桌是日本人 这下子就 小姐又要忙了 小姐你来给他翻译一下 欸 你专家的 欸 我有去过专家的 你来说我喜欢 I love Tokyo I love Japan 你来说 你来说 快点 你来说 欸 来来 我带他喝 我带他喝 然后日本客人就会想说 这个人 现在是要过来打我吗 呃 然后 我要跟你交朋友 然后小姐又 因为来不及翻译嘛 因为客人可能会心动讲很多嘛 对不起我不是东京的 我是鸣鼓屋的之类的 不敢是 他们会很认真的回答 很认真的回答 日本人会很认真的回答 对 然后所以就是早期 为什么 我让台湾客人到日式酒店来 就是这样 因为我主要课程是日本人 所以我日本客人多的店 台湾客人就会少 嗯 那日本客人 台湾客人多的店 然后日本客人就会少嘛 就是一定的 你知道台湾的客人 跟日本客人有很大的差异 就是日本人其实 像我们妈妈上讲的 他其实很注重一些小小的细节 对 所以你在刚开始训练的时候 不管是 我在华丁书上里面看到的 喔 他们倒酒什么的 就姿态要很低 蹲下来问他这瓶酒好不好 对 所以你们有很多的训练 其实都是一些小小动作 都要练习的 对对 很多SOP流程 我们刚刚讲日本客人重细节嘛 所以你靠近桌面 一定要蹲下 然后再来就是桌面服务上面 就我现在可以示范 比如说 我们先讲客人进门之后的动作好了 进门的时候我们会有感应灯 就是沙发后面都会有亮灯 因为客人在里面唱歌喝酒 小姐要看那个灯有 门有打开灯就会亮 大家就会一起喊 然后就喊 Irassiamase Irassiamase 对 然后接下来 直日生就要去迎接新的客人 直日生 我们会分直日生 就很像擦黑板的那一个 然后每个礼拜会有固定的直日生 如果有新的客人也是直日生的 是 所以然后你就要去接过这些客人的包包 然后把它带定位 待会有定位之后呢 我们就会给Oshibori 冬天给热的 夏天给冰的 连这种细节都要 然后打开来 然后让你擦擦手擦擦脸 然后续掉今天一整天的疲惫 这样子 好累喔 对 今天很忙 接下来就会问说 请问你的威士忌要怎么喝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会先去居酒屋先吃饭 然后喝啤酒 喝清酒烧酒 都有可能 是 然后所以来的话 他们都会点那个威士忌比较多 那比较多客人是会点 米兹瓦里 米兹瓦里是什么 米兹瓦里就是加冰块再加水再加酒 那米兹瓦里 加冰块再加水再加酒 对对对 那米兹瓦里的调法也有固定的SOP流程 是 就基本上大家都要调一样 冰块先放满之后 酒要倒到杯子的两分左右 两分 就是到这里两分左右 一点点 对 然后接下来你要把水倒到杯子的九分左右 所有动作都要放慢速度 然后 都要两只手 接下来你的调棒 就是这样两圈半 一直拉上来 放回去 然后如果杯子有花纹 花纹要炒客人 为什么会有花纹 早期的玻璃杯或水晶杯 会有自己的logo 所以会让客人知道说 我用很棒的杯具给你 这样子 那这就是米兹瓦里的做法 然后我忘了带那个小姐专用杯 我们是用小夏杯这样子 那我们会跟客人喝 就是我们会喝客人的酒 然后我们会拿比客人还要小的杯子 比客人小的杯子 然后我们会跟客人说 いただきます 然后我们一定会敲杯 像比如说你看韩剧的话 前背后背都是这样子 后背会绕过去喝 但在日本的话 就是我的杯子要比你低 然后尽量敲到 那有四个客人 我就尽量四个客人都敲到杯子 在台湾敲到杯子 你知道就是大家就 敲我杯子干杯啊 有没有 然后所以很多新来的日本人 都每天都在宿醉 因为莫名其妙都会喝醉这样 就敲到杯子要喝光 一定要喝光吗 然后但他们习惯又会去敲杯子 对啊 喝到后面会不会真的都已经不知道 自己喝了多少酒了 应该就都喝嗨了对不对 也喝蠻好玩的 可是如果客人这么好 那会不会我们的姐妹们 也会彼此要稍微竞争一下 想要去抢客人呢 抢客人这件事是一定会的 因为我们是做个人业绩的 开一瓶酒的话 就是像华登初上上面演的 就是阿姬不是有在那边讲说 这个这瓶酒我抽多少 Yuli抽多少什么之类的 那就是我们客人 开一瓶威士忌5000 其他店我不知道 我早期的那家店是抽10% 就5000我就抽500 看我这个月抽多少 有开几瓶威士忌 那我就抽多少这样 但是如果碰到有一些客人 他们可能就会动手动脚碰你 对 你要怎么 关于这件事情也很好玩 怎么跟他讲说 摸这里多少钱摸这里多少钱 没有我都会说 我都说我不用钱的 我无料的 无料 无料就是 免费 你摸我 亲我跟我交往都不用钱 真假的 我都会这样说 然后客人都会 因为日文有一句叫 免费的罪贵 他担我现在要高一点 真的 对 然后他们就会说 偶尔我才不敢 就是 因为我免费 哇你这个以退为进 这招很好 你了解他的文化 只要我开心 都好 然后客人就 免费的罪贵 对 免费的罪贵 我以为他们会听到说 免费 那我就尽量的享用 你有一个很好的本事 你会逗客人开心 对 就是跟他们在聊天话语当中 用他们话回回去给他 回应给他 对啊 然后四两拨千斤 这就是手腕啊 手腕怎么练 早上起床 左三圈 右三圈啊 对啊 其实 都是我在性骚扰客人比较多 请问 真的啦 现在在骚扰人家是什么啦 真的 所以他们可能有点放不开 你要逗他是不是 对 你怎么逗人家 对 我们刚刚讲嘛 就是一家店有各式各样不同个性的小姐 然后所以那个才会有 我们讲小姐叫内奖 嗯嗯 各式各样不同的内奖 然后我就是比较SM的内奖 我比较走SM的 啊 啊 啊 对 我每一个客人都是抖M比较多一些 喜欢我的客人都比较抖M一些 抖M 抖M就是被我打了 还会跟我说谢谢的 被捏的被捏的 这是我自己的手腕方式啊 不见得试用客人 大家哦 哎哟 他 哈哈哈哈 他很高兴这样子 我基本上就是进来就要先喊我女王啊 就先喊Jillさん嘛 走客 然后过来之后我就先拔一根腿毛 蛤 这是我自己玩的方式啊 就每一个客人互动方式不一样嘛 当然也有比较S一点的客人 然后我就要装小奶 那个小女人的样子给他啊 哦 这就是茶言观色 你在不同的客人面前 然后他不同的心情之下 你今天晚上要跟他玩什么样的游戏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就很像演员一样 每天都在演戏 其实很多酒店里的小姐 事实上他们来的时候都背负的一些故事 对对对 所以他来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悲伤 有一些忧愁 有一些金钱的压力 可是在这行业里面 我相信有他很难很难讲的那个心里面的苦 特别是我讲说他想来这里赚钱 可是他一定有一个故事 比如说你当初是因为卡债嘛 不是 有的人可能是欠了一屁股的钱嘛 这个这件事情我也要特别的讲一下 日式酒店跟台式酒店比较大的差别 就是大家都以为当酒店小姐 月入数十万 不是吗 当然没有 没有 我们日式酒店薪水其实蛮低的 什么东西 对我们月收入要超过十万以上的小姐 至少要三年以上的经验 因为你一开始进来你不会讲日文 你没有客人啊 是 然后你也不懂得这些手腕 你怎么去抓客人 你怎么抽业绩 对 我让你待在这里就不错了是不是 你就是要学嘛 对所以其实大家就觉得说 你做酒店的应该月收入都超过十万 没有耶 我做 因为我在日式酒店大概三年多四年 我到我离开的时候我的月薪也差不多 我还没领过十万的耶 我都大概六七万左右的薪水而已 那我很好奇你刚开始三年期 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大概起薪多少 我十五年前起薪三万二到三万六 十五年后还在这里 请问一下你会有一些夜外收入吗 不然的话这很难活啊 当然就是 不好活啊 你要还卡载也很难啊 对对对 当然就是那时候就是白天要打工啊 因为我们上班时间是晚上八点到凌晨一点 所以白天还可以工作的 所以里面还有大学生白天还在上课的 有有有其实蛮多的 但是其实大学生真的比较少 因为我们这边的客人年龄层都比较高 我那时候二十五岁进去还是整家店最年轻的 基本上大概进去都是阿季那个年纪的比较多 那我想知道一下 你刚刚想说你那时候就只有三万多块 做了十七年就三万多块 你实在也没太多 这算是底薪吗 有抽成吗 有啊有抽成 就是我们刚刚讲威士忌 五千块 出五百块 对对对对 然后看你一个月开多少 接下来就子民 然后小进小出这些东西 子民呢 子民的话因为我们是工台会每一桌run 然后所以客人可以就是 子民你多做十五分钟 然后付一千块我们抽九百店家抽一百 那我可以这一桌 他付一千块你才抽一百啊 没有我抽九百 你抽九百 店家抽一百 因为被子民嘛对不对 那你可以 你可以这桌要一个子民 那桌要一个子民 那桌要一个子民 子民就是做十五分钟 我如果让你再继续做下来 我就再花一次 没有我们没有框台 或者是就是你要固定做 不行 我今天就是要帮你 没有日本人都蛮 蛮gentle的 就是这是他们 他们理解我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比较不会为难人家 他会知道这是你的工作一部分 然后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给小费的文化 所以他会知道这个有点像吉普一样 哦 那你们有没有其他的奖金 另外的话就是小进小出啊 就是我会跟客人 小进小出 就我会跟客人去吃饭 然后把客人带进场 走行 同伴费用 哦 真的哦 对然后就是我跟客人去吃饭 我本来八点上班 是 但我可以跟客人去吃饭 吃到九点再进店 再把客人带进来店里 有带回来 一定要带回来 你不带回来就是矿子 就是没带回来就迟到一个小时的意思啦 哦 你要带客人进来啦 然后进来之后 你这一个小时 客人会帮你付这个一个小时的费用 然后就是付一千块 进场同伴费用 是 有的店家叫进场 有的店家叫同伴 是 然后就一千块 一样我抽九百 店家抽一百 是 那客人坐下来之后他会 人头费一千二 然后那个九千 这又店家赚嘛 嗯 对啊 所以很多 台湾人没有办法理解 就是客人带你去吃饭 然后还要再帮你付一个小时的时间 其实认真算不太划算啊 可是日币比我们好啦 他可能觉得还不错啦 但这是他们 在日本也是这样的文化 也是这样子 你要在日本带 斯纳古小姐 或是卡巴勒小姐出去 吃饭大概都知道这个流程 OK 这个他们也是习以为常的 吃的饭有带进来 是这样抽身 带出去呢 带出去就是我可以 12点提早一个小时下班 那11点可以出去 没有 12点可以出去 最快12点而已 也是一个小时 就是客人要付那一个小时的钱 也是一千块 所以其实它是买你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的意思啦 而且只能买一个小时而已喔 还不能买太多喔 不能 很晚 是